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只要能够拿到一半以上的分 它就不会影响我们整个考试的大局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节 建设工程纠纷的主要种类和法律解决途径 首先关于明示纠纷 明示纠纷的特点有三个 主体之间地位平等 内容是明示权利义务的争议 明示纠纷的可处分性 人生关系大多不可处分 但财产是可以处分的 就记这三个特点 接下来明示纠纷的解决途径 归纳起来只有四种 和解 调解 仲裁和诉讼 那么下面重点再说一下仲裁 仲裁是当事人把纠纷呢 提交给仲裁机构做裁决 那么仲裁机构的性质 注意它不是什么审判机关 也不是行政机关 它是一个民间团体 与行政机关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而且各个机构之间 仲裁机构之间也是没有隶属关系的 仲裁呢 受理的前提是必须有仲裁协议 如果没有仲裁协议 那仲裁机构不能够受理 接下来仲裁和诉讼的关系 叫做二选一 或财或诉制 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记一下 哪些事项不能仲裁 哪些呢 行政纠纷不能仲裁 解决行政争议 你只能去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但不能去仲裁 另外一类呢 可以仲裁 但它依据的规则 不是依据仲裁法这部法 而是依据其他法律的 哪两类呢 一类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 它根据农业土地承包基因法来执行 而劳动争议仲裁呢 根据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 所以这两类呢 是可以仲裁 但不是仲裁法 考试的时候 大家分清楚 它考的到底是不能仲裁的事项 还是说不适用于仲裁法的事项 这两类是不一样的 要分清楚 接下来仲裁的基本特点 自愿性 专业性 独立性 保密性 快捷性 以及仲裁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和执行 这里面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独立性 独立性呢 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 和行政机关之间没关系 而且各个仲裁机构之间 也没有隶属和上下级关系 接下来关于保密性 那么仲裁是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 也就是与案件无关的当事人 是不允许去旁听的 这是他的特点 好 接下来关于诉讼 诉讼的特点 公权性 程序性 强制性 那么诉讼和仲裁相比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列了这张表格 从各个方面来对比 这张表格呢 大家自己认真对比一下 那么内容其实都提到过 这样的帮助我们来理解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 行政纠纷的特点及解决逐境 行政纠纷 它的特征呢 第一个是执行法律的行为 第二个 具有一定的裁量性 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行政机关的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个呢 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 不需要相对人的同意 第四个 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带有强制性 第五个 以无偿为原则 以有偿为例外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接下来 再看一下 哪些行为容易引起行政纠纷 哪些呢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势和行政裁决 容易引起行政纠纷 好 下面呢 注意一下啊 这里面引起纠纷的都是行政行为 但这里面呢 注意行政调解 也是行政机关在做 行政机关呢 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 所以它呢 不会引起行政纠纷 行政调解是解决 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 属于和解调解仲裁诉讼中的 调解的内容 所以大家不要选行政调解啊 这个引起行政纠纷的 没有行政调解 它解决的是民事纠纷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行政纠纷的解决途径 两种方式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一般情况下 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 那么当时可以自由选择 或者去复议或者是诉讼 当然你得注意时间上要符合规定 那么一般情况没有约定的话 没有规定的话呢 行政复议之后还可以再去诉讼 但反过来诉讼之后不能去复议 这是这个两条解决途径 好 特别再强调里面 不要再混那个行政调解 都明确它和行政纠纷 没有关系 接下来两者的关系 两者的关系里面 特别注意就是标黄色的地方 考试时候最容易考这个 就这两个条件是一定要有的 你必须要明确 除法律法规规定 必须先行政复议的以外 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 是复议还是诉讼 就是没有特殊规定的可以选 但是这个有特殊规定的 必须遵照规定 这个黄色部分在考试里面不能够缺 如果他直接说 对于行政纠纷 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复议还是诉讼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他缺重要条件 接下来 如果选择了复议之后 能不能再去诉讼呢 还是注意条件 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以外 那么你可以再去诉讼 没有规定的 你可以先复议后诉讼 在考试里面又会考我们这个条件 如果他直接说 说我们呢 可以行政诉讼结果不满意 我可以去行政复议结果不满意 我可以去行政诉讼 大家千万不要选 因为缺重要的条件 这是意义错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节 关于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呢 首先我看一下管辖 就是呢 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到哪个级别 哪个地方的法院去管 这里面呢 讲了这个一定大家头脑清醒 要梳理清楚几个概念 级别管辖 上下级法院受理案件怎么来分 第一管辖 第一管辖又分为一般第一管辖 特殊第一管辖和专属管辖 而一般第一管辖呢 原则就是原告就被告 特殊第一管辖呢 我们只讲了一个就是合同纠纷的 协议管辖制度 然后专属管辖 讲了一个就是不动产的专属管辖 所以即合同纠纷的协议管辖 以及不动产的专属管辖 接下来要对比辩析这四个词啊 考试里面就会让我们说一段话 然后让我们判断他到底是移送管辖 还是管辖权转移 这个其实是需要理解的啊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刚刚提到的要点 那么在这个特殊第一管辖里面 讲了合同纠纷的协议管辖啊 那么当事人在不违反 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情况下 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和这个双方可以呢 以书面形式来约定在五个地方里面去选一个地方去管 希望大家记住哪五个地方 被告住所地 合同旅行地 合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 以及标的物所在地 一定要把五类记清楚啊 好 这是协议管辖制度啊 那么里面就提到了 你里面有一个合同旅行地 如果哪里是合同旅行地呢 有约定的重续约定 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的如何来判断呢 要记一下 标的物为货币的要 接收货币一方 就是送钱的一定要送上门 不动产的就在不动场所在地 其他标的呢 在旅行义务一方所在地 也就是货物要求对方来提货 钱的一定要送上门才算旅行 及时节清的交易行为地 没有实际旅行的 那么都不在约定旅行地点的 由被告住所地来管辖 那么真体里面就考过这个细节 所以大家把旅行地如何来界定的这几种情况 也要记一下 接下来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里面提到的就是一个 我们要掌握的是不动产纠纷的 不动产纠纷都属于专属管辖 那么施工合同特别强调 施工合同纠纷 不能按照合同纠纷的协议管辖制度 不能在五个地方里面协议去选择 他只能在工程所在地管辖 因为他属于不动产的专属管辖 好 接下来管辖权意义 就是呢 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呢 提出什么呢 认为呢 你这个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 注意时间 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 这个提交答辩状期间 就是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5日内 好 下面辨析三个概念 移送管辖 指定管辖和管辖权意义 移送管辖指的是什么呢 说法院没有管辖权 案件移送给移交给有管辖权的法院 无权的移交给有权的叫做移送管辖 而管辖权意义呢 正好反着的 本来有管辖权的法院呢 由于各种原因呢 把这个这个案件的移交给原本没有管辖权的一个法院 这个是这个有权的移交给无权的 而且移送管辖呢 平级上下级法院都可以去移送 但管辖权转移的只能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转移 指定管辖呢 指的是法院之间就案件的或者踢皮球或者抢案件 总之定不了由哪一个法院来管辖 那么由上级法院来进行指定 上级让谁管就让谁管 这就是他的一个内涵 大家把要点要掌握 好 接下来关于诉讼的当事人与参与人 如果考参与人 参与人他范围要广 除了原告被告第三人之外 还包括证人 鉴定人和看业人 注意这三类叫做参与人 但如果考当事人的话呢 就是原告被告第三人 顶多再加一个共同原告 共同被告 共同诉讼人 好 下面强调一下诉讼中的全权代理 虽然写着全权代理 但他不是什么都能够代表 他不能够代理这个 这个做出重大决定 他不能代理什么呢 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进行和解提提反诉和上诉 这些是全权代理是无效的 如果想代理这些事情 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才可以 这个呢也是容易考的一个小细节 好 接下来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 证据一共有八类 大家把这个八类的这个排序的原理要理解 最高的是见面意见 接下来客观的看验笔录 物证书证 另外试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虽然属于客观证据 但他呢 由于含量科技含量高容易被篡改 而这个主观的证据排序都比较低 正人正言和当事人的陈述 这里面强调考试里面容易考我们 哪些属于证据 哪些不属于证据 主要有两类不属于证据 第一类 法律法规本身呢 它是判决的依据 它本身不是证明事实的这个证据 第二个 代理意见答辩状 这个是流程件的一个文件 不属于证据 好 接下来关于试听资料 考试里面会问我们说 偷录来的那个录音啦录像之类的 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这个一定要小心啊 满足一定条件的才可以做证据 也就是以不违法方式偷录的是有效的 如果呢你那个方式是侵犯别人权利的 以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 你像装窃听器的这种 那就是侵犯别人合法权利啊 那么侵犯隐私权 还有呢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方式取得的 这些方式违法的都无效 但不违法方式取得的是有效的 但如果他只是说偷录来的录音资料 没有给你任何信息 你也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录来的 那么你先存疑根据被选项的情况 然后你送回来决定 我到底选不选 有更合适的 我就不要选他 实在没有合适的 你其实也是可以选他的 这个根据情况要定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证据 好接下来关于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呢 注意他在什么时候提出 举证期限内提出 然后对鉴定结论有意义 可以重新进行鉴定的情况 有哪些 注意这些程序 他那个表示程度的词 鉴定程序严重违法 鉴定结论明显不足 一定要有这些词 他说程序违法 或者结论依据不足都不要选 因为要有程度的一个词 好 那么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 又该怎么去处理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页 好 这里面呢 注意一下啊 管辖权意义提出是在提交 答辩状期间 而鉴定意见去提出鉴定 要在举证期间内 这两个特别容易混啊 一个是答辩状期间 一个是举证期间内 这个要对比记忆不一样 好 下面关于举证实现 大家记日期就可以了 一审普通案件不少于15日 二审的提供新证据的20案件 不少于10日 交换证据之日 举证期间届满 好 接下来认证规则 认证规则 大家记什么呢 哪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和哪些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个是根本就不能认 另外一个呢 不能单独 你需要有左证旁证之类的才可以 这两个考试就会混到一块 希望大家记清楚 记清楚 那么对比来把它记清楚 好 接下来就数个证据 对同意事实证明力的认定一个规则 认定规则就是 国家的社会团体一直制作的文书的效率 要比其他的书证的效率大 另外呢 客观的这种证据 还有经过公正的证据 比主观的证据 以及没有公正过的证据呢 效率要大 第三个呢 证人提供的对其亲属 或其他密切关系人 当事人的有力的证言 证明力呢 一般要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有力的 说他好话的证明力是不强的 好 接下来关于诉讼实效 诉讼实效要理解内涵 不用被概念 这个时间呢 说超过诉讼实效 并不是说不能起诉了 法院的不会主动去审查你是否超过诉讼实效 只有在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实效抗辩的时候 他才会去审啊 所以诉讼实效超过呢 丧失的是胜诉权而不是起诉权 好 那么 以下三类不适用于诉讼实效 也就是没有所谓时间的限制 这个权力一直可以去主张 哪三类呢 存款债券和出资啊 存款债券出资 接下来诉讼实效的种类 普通诉讼实效实效是三年 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至一起开始算 如果是分期旅行的 注意分期旅行的特别容易考这个分期的 分期旅行的从最后一期旅行期节目开始算三年 注意他不是说每一期开始算三年 每一期算三年 是最后一期开始算 但是后面讲执行 无论是民事诉讼中的执行 仲裁中的执行 还是行政诉讼中的执行 只要是我们所说的强制执行 对于分期旅行的都是从每次旅行期建满制开始算 他会分期的来执行啊 所以诉讼实效是最后一期 而这个执行的是每一期啊 旅行期建满 这个要分清楚 还有特殊的诉讼实效 一个四年一个一年 最长的保护期限是20年 从权力被侵害制开始算 但是呢是可以根据申请人的权力人的申请而延长的 好 下面两个重要概念 这个诉讼实效的终止和中断 那么口诀就是终止看天 终断看人 终止是客观的外界的原因 最典型的是不可抗力 他指的是在诉讼实效的最后六个月 发生了客观情况 导致当事人无法去行使权力 那么从啊 他无法行使权力开始呢 我就给他暂停了我不计算诉讼实效 等事情结束之后 我再给他六个月的诉讼实效 这是他的一个内涵啊 而诉讼实效的中断呢 相当于一个RES大件重新开始 指的是主观的当事人之间的原因啊 一旦发生了 我重新开始计算啊 主要情况有哪些呢 像权力人提出要求 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 或者干脆呢去打官司啊 这个都是权这个主体之间的 当事人之间的主观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引起呢 重新开始计算三年 好 接下来明示诉讼的程序 明示诉讼分为二审 叫二审中审制 而一审呢 分为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普通程序在六个月内结案 而简易程序呢 在三个月内结案 它适用于基层法院 来审理那些事实清楚 权力义务关系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案件 好 接下来关于开庭审理方式 这张表格呢要要理解啊 对于明示诉讼 既开庭又公开 而仲裁是开庭不公开 开不开庭 是看当事人是否坐到一块去PK 当面见面 那么来来PK 而公不公开 指的是是否允许与案件 无关的其他人来旁听 允许的就是公开 不允许的就是不公开 明示诉讼是既开庭又公开的 好 那么考试里面会考我们 当事人呢在审理过程中缺席或者无正当理由中途退庭 该怎么处理 你要看是哪一方这么做 如果原告这么做 那么按撤销上诉处理 就是他不告了 如果被告这么做 可以缺席进行审判 在仲裁里面这个原则也一样是适用的 好 接下来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的上诉的期间是多长呢 一审是判决的在这个判决书送达之旗十五日内 一审是裁定的在裁定书的送达之旗十日内 二审的时效呢 一般的什么三个月啊 三个月 那么裁定的呢 判决的是三个月 裁定的是三十日 好 那么具体审理呢 审理呢 应当合议庭开庭审理 那么如果认为需要不开庭的也可以不开庭 接下来二审的处理 这是最麻烦的一个地方 只有一年整体你们考过 说到底我二审是是维持呢 是改判呢 还是重审呢 到底怎么做呢 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是事实是否清楚 你哪怕认错了 只要清楚 我直接把那个结论改过来就可以啊 那看清不清楚 另外看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如果两个都没问题 那就是维持 如果事实很清楚 适用法律错了 那我就改判 如果呢 事实认错了啊 其实他是清楚的 只不过认定错了 这个也是改判的 如果事实度不清的 或者程序违法的 一定会要什么呢 重审 这就是一个原则 好 接下来二审的效力 二审的是中审判决 就强制执行力 强制执行力 你可以去这个申请再审 但是不停止 不停止那个判决书啊 他的执行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再审 叫做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呢 不是独立的一个审级 所以考我们明示诉讼 分几级呢 就是二审 不要加审判监督程序 他不是必经的一个程序 大家看一下 再审谁来提出啊 如果当事人申请有实现 在发生法律效率后的 那个六个月内提出 那么他的效率就是 再审提前不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好 接下来关于执行的管辖啊 那执行谁来管呢 其实是一审法院 或者与一审法院同级的一个法院 他来进行执行 二审是不管的 那么他看财产在哪里 或者人在哪里 那么就有哪个地方的法院啊 一审评级的法院来进行管理 好 接下来申请执行 就是申请强制执行 期限是两年 分期旅行的 他是从每次旅行期届门开始算 这个我们诉讼时效呢 是从最后一期旅行期届门开始算三年 而分期执行的都是分期来算时间 分期是每次旅行 好 这是我们的一混点 注意啊 这和这个诉讼时效要区别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节 仲裁制度 仲裁的制度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里面 必须同时具备三项内容 第一个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啊那么第二个仲裁事项 第三个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仲裁没有法定管辖 如果双方不约定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去仲裁 凡是写不明白的一定给当事人一个机会 让你签订补充协议 只要能够确定唯一的一家 那么仲裁协议就是有效的 接下来提出了仲裁委员会选定的一个原则啊 原则就是同样的你不清楚的你先商量 实在商量不好的话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那就是无效 只要能够选出唯一的一家 那么他就是有效的 你比方说第三种 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来管家 他没有说哪一家 说某地 如果该地只有一个机构 那就是他了 如果是有两个和两个以上机构 到底指哪个不清楚 还是让双方当事人协商 如果实在协商不成的话 那么仲裁协议是无效的 好 接下来仲裁协议的效力 对当事人就只能去仲裁不能诉讼了 对法院呢 那么有效的仲裁协议 排除法院的司法管家 但这里面有个出提点 就是法院又不知道你们之间有没有仲裁协议 你拿出仲裁协议的最晚的时间是在 法院的首次开庭前 一旦呢法庭已经开庭了 你才拿出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就失效了 记住这个最晚的时间点 第三个呢 对仲裁机构 它是受理仲裁的前提 好 接下来强调一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 那么即使合同发生变更解除终止 但是里面的这个甚至合同是无效的 但是这个合同里面所列的那个仲裁协议是独立有效的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有三个地方 第四章的内容 合同里面有三个地方是独立存在的 哪怕合同都是无效的 但是这三个条款是有效的 分别是清理条款 结算条款和仲裁条款 好 接下来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一个确认 那谁可以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呢 法院可以 仲裁机构也可以 但是你要对仲裁协议有意义 都要在首次开庭前提出 如果到法院去打官司 你要拿出仲裁协议 说我不打官司了 也要在法院的首次开庭前 所以这个纠纷呢 也是首次开庭前啊 都是一样的 好 一方请求仲裁 另一方请求法院做裁定 由法院来定 那么到什么地方的法院去 这个这个裁定他的那个这个管辖呢 五个地方啊 仲裁机构所在地 仲裁协议签订地 申请人住所地 被申请人住所地 以及专门人民法院 其他的都是中级人民法院 注意这是19年修改的地方 那么19年当年没有考 因为以前只能够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那么他现在增加了四项 也就是出多选题的地方 希望大家呢 把哪些地方的法院可以呢 裁决仲裁协议的效力 这个一定要裁定他的效力 一定要记下来这五类 好 接下来仲裁庭的组成 有两种类型 一个叫做合议仲裁庭 一个叫做独任仲裁庭 那合议仲裁庭三名仲裁员 双方各选一名 然后再共同选一名 共同选的一个是首席仲裁员 独任呢 就是共同来选 好 仲裁的审理方式 记住是开庭但是不公开 开庭但是不公开 好 接下来仲裁庭庭的和解和调解 仲裁庭庭如果和解了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撤回仲裁申请 相当于我们不仲裁了 第二种呢 是根据你的和解协议来制作裁决书 我继续仲裁 但裁决书的结论是来自于你双方的和解的内容 这是仲裁和解 那仲裁调解呢 如果是调解也有两种方式 那形成调解书 那么调解书 凡是调解书 无论是仲裁的调解 还是法院的调解 都是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 这个一定要记住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根据你的调解协议呢 我什么呀 制作裁决书 裁决书是自做出至发生法律效力 而调解书是签收时发生效力 这是两者的区别 但仲裁的调解书和仲裁的裁决书 效力完全一样 具有强制执行力 好 那么强制执行力 再这个强调一下啊 他具有强制执行力 那么谁来强制执行呢 法院来强制执行 而不是仲裁机构 另外他的效力 凡是在这个公约国的 这个缔约国的各国内呢 都会得到承认 好 接下来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 法院强制执行 那么什么地方的法院呢 被执行人所在地 或者被执行财商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但是特殊情况下 经上级法院批准以后 基层人民法院也可以执行 这也是19年新增的 你扫一眼新改的内容 好 接下来 方案 我如果认为仲裁裁决 他严重不公平啊 他有问题 那我只能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或者申请仲裁裁决不予执行 这是方案 那么哪些情况下就撤销仲裁裁决呢 来看一下没仲裁协议的 越权的或者超越范围的 程序违法的 证据伪造的 还有隐瞒重要证据的这些 群私舞弊之类的 那么一看他有问题 那我们就撤销仲裁决 那仲裁裁决撤销呢 那么应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法院 申请撤销 时间是在收到裁决数字起的六个月内 那么一旦仲裁裁决被撤销 或者不予执行 相当于当事人绕了一圈重新回到原点 重新拥有了或财或省的权力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节 调解和解制度和正义平整 这一页 这一节里面考什么呢 一个重要的高频考点 就是考和解调解的效力 就哪一个有法律约束力 哪一个有强制执行力 这个呢 给大家先做归纳总结 一定要把这张表格要记下来 重要的高频考点 他会换着花样的考 但考来考去就是考这么几条 首先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是 法院调解 政策调解 经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 和经司法确认的专业机构调解 一共有四类 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 就相当于帮助双方签了合同的 是哪些呢 行政调解 最容易考高频的错点 就一定要记住 行政调解 虽然调解者是行政单位 但行政调解没有强制执行力 这一定要记住 没有强制执行力 叫做这个行政调解 第二个 未经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 未经司法确认的专业机构调解 以及除了诉讼和解之外的 其他的和解 就绝大多数的和解 都是有法律效力 但是没有强制执行力 只有一个特例 就是连法律效力都没有的 就是那个诉讼中的和解 因为诉讼中发生的和解 按照调解来进行处理 条件执行 因此这个要记住了 诉讼中的和解 以及争议评审意见 都不具有法律效力 这是重要的内容要记下来 好 接下来看你们的细节 人民调解里面要记什么呢 人民调解的司法确认 什么时间到哪个地方的法院 进行司法确认 是在调解协议生效制 起30日内 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的 基层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之后 就具有了强制执行力 接下来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注意 他调解的一定是和这个行政机关的职责相关的 属于去职责管辖范围内的纠纷的进行调解 那么他呢 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就相当于行政机关的 做中间人来协调一下呢 帮助当事人签了一个合同 所以重要内容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仲裁调解和法用调解都是有强制执行力的 那强制执行力呢调解类的都是自签收时发生 签收时发生 好所以记住他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 而法院调解呢 法院调解也具有强制执行力 那这里面呢 注意一下他会考我们说 有些案件是不可以调解的 一个是适用于特别程序的案件 一个是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经济案件 行政处罚类的案件还有什么呀 特别程序的案件是不能够去调解的 好那么剩下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些调解协议呢 制作完调解协议以后 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因为一般的程序是我们先达成调解协议 然后根据调解协议再去制作法院调解书 现在这类呢 根本就不需要制作法院调解书 哪三类呢 调解和好的灵魂案件 维持这个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注意收养关系啊 收养关系不是赡养 因为看看那个习弟班里面有一个就写的赡养关系 大家一看有养字就觉得是 其实不是收养关系啊 能够及时履行的案件 好那么同样 法院调解呢 凡是调解类的都是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来和解 和解可以发生在任何阶段 甚至到了执行阶段 但诉讼中的和解没有法律效力 其他的都有法律效力 但没有强制执行力 好那么一定要强调一下啊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相当于当事人又签了一个合同而已 好接下来第五节 行政赋议和行政诉讼制度 那么首先提到了容易产生行政纠纷的事件里面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 那我们记一下哪些可以不设行政许可 那考试里面会考我们哪些需要设行政许可 你把那个不设的剔除出去就可以了 公民法人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 第二个市场能够有效调节的 第三个行业组织中协机构能够自律的 第四个事后监督可以实现的 你就记要点啊 自己决定的市场调节的 这个协会能够管理的 事后能够监督的这几项 我就不需要设行政许可 好接下来关于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 那设定权限呢 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以及审级部门规章都是可以设定的 但是啊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法律行政法规都可以设立 但对于这个公民法人的资格资质许可 企业或组织的设立登记 及前置性行政许可 这两类的必须呢 法律行政法规来设定 也就是地方法规 以及呢 审级政府规章是没有权力限定的 所以考试里面就考我们说这两类呢 哪一个能设啊 法律行政法规 后面的都是绰号 都是不可以的 好 接下来啊 再强调一下 就是一个审级政府规章 审级政府规章只能设定 临时性的行政许可 实施满一年需要 实施的就应该制定地方法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行政许可中的听证 听证呢 并不是所有行政许可都要听证 哪些需要听证呢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听证的 明确规定要听证的 第二类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需要听证的 那么就要举行听证 这是它的范围 好 那么这里面即日期 那么厉害关系人在被告知权力支持起 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行政机关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五日二十日内 然后呢 谁出钱啊 行政机关来负担 申请人厉害关系人是不承担听证的费用的 好 接下来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行政强制措施 它是一种临时性的控制 它并没有改变这个权力的属性 就所有权它没有发生变化 只不过我暂时的控制住而已 而行政强制执行呢 它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执行 一个解决 改变权属的一个性质 考试里面就会把这几个混到一块 你就判断一下 凡是临时性的控制 像什么限制自由的 什么扣押财务的 一说扣押 我就是不让它动 不让它那个流散 冻结存款的 这种一体现它 暂时性控制的都叫行政强制措施 而一说划拨存款汇款的 处罚罚款和质纳金的 这个呢 还有什么呀 拍卖财务的 一说呢 改变权属的 那就是行政强制执行 所以混到一块 你按照原则来选 接下来再看 行政强制措施 就是那个临时性的控制 我们讲过有四类 这四类里面呢 它的设立权限在那 那么对于法律 这四类都是可以设立的 而对于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有两项不能设立 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冻结存款汇款 这两项必须法律来设立 所以同样 它会考这个设立的一个权限 大家记住 前面有一章呢 关于这个 行政许可设立的一个表格 权限的一个表格 这里面是一个行政强制措施设立一个表格 两个呢 注意对比来记忆一下 好 接下来 行政强制执行的机构 执行的机构呢 有两类 如果这个行政机关本身具有行政执法权 那么这个行政机关自己来执行就可以 如果他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那么由法院来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自期限界满制起 三个月内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好 接下来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呢 就是我这个行政相对人到你行政单位的那个领导那里去告你 我们前面第一节里面讲过那函 我到你领导那里去告叫做行政复议 如果我到法院去告呢 叫做行政诉讼名告官 那首先看一下哪些不能够行政复议 不能行政复议的第一个行政处分以及人事类的决定 这个不能去名告官啊 为什么提拔他不提拔我 还有呢 为什么处罚我 这些处分我 这些呢 和处分有关的人事决定的这个不能去复议 第二个重要的高频考点 行政调解不能复议 因为我们说过行政调解呢 是对民事纠纷的解决 那行政机关不是在行指强制执法权 那你呢 愿意听就听 不听就不听 他没有强制执行力 所以你不能够去复议行政机关 我们在今年班里面举过例子 大家呢 如果不理解再去听一下 总之记住 我不能去告那个调解人 我不能去告调解人 如果有谋民事纠纷解决不了 我只能通过仲裁或者诉讼 去和对方当事人去解决 你别去反过来去找那个调解人 因为他也不是强制性的 也没有强制执行力 那么这个不光不能复议 也不能够诉讼 所以这两类都是 既不能复议又不能诉讼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 在行政复议时 可以一并提出对行政复议依据的规定进行审查 也就是我们行政诉讼 你只能是告具体行政行为 不能告这个规定本身 但复议的时候 既可以去复议这个具体行政行为 同时我附带着 可以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个规定 我也可以复议一下 那考试里面互告我们 哪些可以去复议 哪些不能够去复议审查 那可以审查的都是政府的规定 你别看级别多高 国务院什么什么规定 什么什么县级上政府的规定 但是这个一说规定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红头文件 就政府发的一个文件 但如果这个规定上升到了部门规章 以及地方政府规章这个层面 就不能够再去审查和复议了 所以注意呢 就是什么什么红头文件呢 你可以去复议一下 好 接下来关于行政复议的申请 行政复议的申请呢 注意时间 公民法人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制止 起60日内提出复议 60日内 复议方式比较特殊 可以呢 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 那我们说在招图标里面 一定是书面的 但是在行政复议里面是可以口头来提出的 那么还容易考的就是复议主体 到哪里去复议 我去告这个行政单位的领导 那么哪些机构是这个单位的领导呢 第一个是本级人民政府 第二个上级主管部门 这是受理的主体 好 接下来行政复议期间 你尽管可以去告领导 但是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 就原来人家做出的那个行政行为 依然要执行 在考试里面会考我们 什么情况下 那么可以停止执行呢 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谁是被申请人啊 做出行政决定的那个行政单位 第二个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第三个 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 决定停止执行的 总之呢行政单位说可以停 才可以停 所以你看这三个 都是行政机关呢 他呢认为停的才可以 好 接下来行政复议的决定 行政复议之后 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 那么你还是可以去诉讼的 啊 诉讼的 那么做复议结果是在60日内 做出决定 那复议呢 是送达发生法律效力 好 大家想一下 那么调解呢 反正调解都是签收 啊签收 那么像这种复议类的叫做送达 啊 送达 好 接下来关于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呢 我们看一下不能够诉讼的行政诉讼的行为 一共说了十类 看起来有点多啊 看起来有点多 其实真正有可能考的就这么几条 前两条和不能复议的原理是一样的 对行政调解和仲裁 我不能够去什么呀 行政诉讼啊 你对行政调解不能够复议也不能够诉讼 第二个 对行政处分以及人事决定也是不能复议也不能诉讼的 另外呢 不能够诉讼的是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行政指导监督行为 以及呢 不产生外部影响力的行为 这些都不能够去诉讼 好 接下来行政诉讼的一般的地域管辖 就拿到哪个地方的法院去告这个明告官呢 一般的原则是由最初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所在地的法院去管 这个机关在哪里我就到哪个地方搞 好 那么下面一种情况 如果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我依然不满意 我甚至可以去复议那个 可以去诉讼那个复议机关 那么我就可以呢 由复议机关所在地的法院来管辖 都可以 限制人身自由的 那么 被告住所地或者原告住所地 不动查案件是不动查所在地 两个以上法院都有管辖权的 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 其一来起诉 原告向两个以上由管辖权法院起诉的 最先立案的来受理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行政诉讼的一个起诉 起诉呢 是什么呢 如果你直接起诉 直接起诉的应该在呢 具体行政行为致起的六个月内起诉 如果呢 你直接去复议 是在那六十天内去复议 六十天内复议 如果你先复议再去诉讼 是在收到行政复议书决定致起的十五日内 十五日内去起诉 大家把这个日期记住 如果考试里面给出了我们日期 所以说有了行政纠纷 到底怎么解决呢 你看一下他在不在六十天内 如果他已经超过六十天 但是没有超过六个月 这个时候他是不能够复议 只能够去诉讼 如果还在六十天内 这两个你可以选 没有明确约定 他那个必须有什么顺序的话 你是可以去选的 所以注意时间 他告诉你 你要合一下满不满足这个要求 好 接下来对行政诉讼结果的这个处理 和我们明示诉讼是一样的 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十五日内上诉 对一审裁定不服的十日内上诉 好到这里 我们第八章的内容就讲解完毕 我们整个呢 冲刺串展班呢 就带领大家 把我们这个意见法规里面的重要考点又过了一遍 希望大家在最后冲刺阶段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是前面说过我们要形成错题库 凡是你之前做题做错了的 在冲刺阶段一定要再把错题再做一下 这个都这个地方是你的短板 你没有掌握 你看一下经过复习之后 你现在会不会做 相当于再查漏补却一下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大家该记该背了 那么有些数据你是要背的 那么记什么呢 就记串讲班里的内容 他因为呢 精练了很多 这是需要记下来的 第三件呢 就希望大家呢 在零考之前再做一两套模拟试卷 来帮助大家呢 首先是预测一个一个考点趋势 另外一个熟悉一下考试的一个环境 好 那我们整个意见法规的这个串讲的内容就结束了 在这里 这个预祝大家能够在考试中一次实力通关 谢谢大家